女人最窩心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儿子身上 他今年六岁 六岁的小朋友开始就要换牙了 他生了新的牙齿出来 而旧的那只就松松地又没脱掉 我就跟他说 妈妈会安排你一天放学去剥牙 一路跟他做心理辅导 他就好啊 明天就要去的时候 那晚他开始说头痛 我说奇怪 没有想到什么 直到那天我再跟他说 你放学妈妈 我们就会来接你去剥牙 他说好啊 怎么知道 回到学校没了 就接到电话 你的儿子不舒服 他说有点暈 头痛 但现在没什么了 休息了 过了半小时 学校又打来 不行了 你快点来接走他 因为他吃吃吃想吐 他的臉是面青口顺白 我们当然是担心了 立即去接他 接了之后就跟他聊天 就问他 到底你是否撞到头 又或者刚才吃错了什么 不停引导他 他问他 每一样东西都不是 但他爸爸突然想到 是否一会儿 你要去剥牙 所以你有点紧张 他突然间的样子变了 然后不停摆头 当他爸爸知道了就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不用带你去看牙医了 他那刻原本面青口顺白的样子 立即红粉飞飞 笑容满面 然后就开始立即说肚饿了 那一刻我只要想 原来小朋友的心理障碍 是这么有趣 他的压力是来自这些 剥牙都会这么害怕的 但我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 小朋友的天真无邪 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也都很可爱 欢迎订阅